特首参选人唐英年和梁振英分别与在选委会选举当中取得147的民建联成员会面 但是民建联主席谭耀宗就表示 仍未决定是支持唐英年还是梁振英 梁振英被问到在政协界别低票当选 即支持他的阵营在选举失利 梁振英表示目前种种讲法都有 无论制度如何他会靠自己努力 透过理念及政纲争取全社会及选委支持 我要靠自己的努力 希望选委及社会重视这次特首选举是君子之争 重视候选人的理念、政纲及能力 梁振英表示 选委会1200名选委已经产生 他第一步会争取150名选委提名 再争取大多数选委支持 而唐英年与民建联成员会后见记者 他表示民建联就未来特首列出一份详尽要求清单 当中有不少政策的意见与他相同 被问及对梁振英低票当选选委 他回应称 不会评论任何人的得票 也不会回应谣言及传闻 首卧147票的民建联主席譚耀宗表示 仍未决定支持唐英年或是梁振英 谭耀宗表示 稍后时间明接联会内部深入研究 请不吝点赞订阅